卑鄙小人 就以你蒲家主所言 不過我要親自聽到清清的聲音 好啊 這個自然可以啊 對不起 您所拨打的電話還沒關機 沒抱這臭小子在搞什麼 電話怎麼關機了 怎麼回事啊 沒事沒事 蒲家主沒事 我們雷士武館的生意還是您可以放心的啊 沒事沒事 爸 清清 不可能 他怎麼回來了 你沒事嗎 我沒事吧 這 這怎麼回來了 又可樂無情 否則女兒差點就見不到你了 多謝這位小兄弟出手相救 流氓 他急不急 蒲家主 我們又見面了 緣分就是這麼奇面 我擦小兔崽子 你怎麼還活著 黃發財這個廢物 難道這個小兄弟 你和普朕都有仇 哈哈哈哈 看來某個人的計劃 又落空了 還不快滾 還想請你吃飯嗎 柳家主 你可別急著翻臉 省得一會兒跪地求饶 哼 累進大學 我錯 可以啊 有不了下子 那個不成器的弟弟 他也是捨在你手裡 雷管主 不用給他廢話 就憑你在 一定能抓住他 抓住他 再慢慢審 那是資產 剛才我只使用了四成的功力 總有人對自己的實力 毫無判斷之意 說什麼 搞出狂言 內進大成就是你最強的本心 看來今天我要給你上 你 累進巔峰 我可笑的 在你的眼前 估計也只有內斤嗎 非要我動手之後 你才可好好和我談認真 我是一個兒子已經讓你殺了 你還想怎樣 把你公司的股份交出來 我給你個機器收養的子機吧 你這是要我命啊 你肯定 我給 我給 拿 拿合同了 快 滾 這是哪裡來的蛇神 太厲害了吧 我可以走了嗎 我是可以放你走 但是柳家主有什麼打算 就跟我沒關係 你 傅家主 我柳某人是正經商人 不會動用私刑 然然 把這幾年我收集到的證據 都交給警察 是 你 要快 你 你 我 你 你 恨恨不成 不知 我臣家是东海霸主 想要除掉一个战无情 跟碾死一只阿妈阿狗 没什么区别 等你除掉那个贱人的时候 就应该斩草除根 我将您的话带给江长老了 江长老说 要先参加完大会 再来处理您这件事情 可是我一天都不愿他灯火 算了 就是他在多蹦的几天 四少失踪的事情 调查得怎么样 我还没抓到 不 快了 马上 废话 儿子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我要让他不得好死 行了 别哭了 我到消息城 天王卫队和恐怖分子在 在环境够火拼 波及到老财伦 回队不是应该优先保障老百姓的安全吗 我要上军事法庭告他们 知道所谓的恐怖分子都是不属家的人 吴震宗当天晚上已经锒铛入狱 你现在一个人问问 你的宝贝儿子有没有参与其中 你这个没良心的 财伦可是你的亲儿子 你不给他做主就算了 你还打我 慈母都败儿子 家主 门外有人缺陷 孙少爷的债主 来统债的 就这点能耐 你们孙家的高手都死绝了吗 放肆 孙家乃武官世家 其中你随意诋毁 这男的 这什么样的人都能上门替我呢 你是真不知道死怎么歇 就凭你 叫你家主过来 冯王 就凭你也想见我们家主 记住 今天杀你的 是护卫队长 狐凶龙 秀的猖狂 我可是孙副管家 行 别打别打别打 再打人就傻了 想要活命就听话 喂你去 答应 是是是是 你们孙家这么多年 也没有接触过一位用刀 和一位擅长轻功的武者 家里的刀手 除了我们家族 就算我们俩了 孙家妙小 从没见过您说的那些武者 他们并未说话 看来孙家没有参与当年的事 既然如此 孙家这档子事 到此为止 好毒的心肠 附到人家学人偷袭 你说 我儿子的伤 是不是你弄的 自作自受 果然是你 我告诉你 就像你武功再高 又能怎样 这个人很轻松 就拿下了刘双龙 他的实力放在军部里 也是上我一技的人 怎么会盯上我孙家的 在东海 我有一万种方法 让你生不如死 我会先从你的至今开始 你 住口 闭嘴 这个不知好歹的狗东西 你不想活了 我们还想活 狗无才 你敢打我 信心 我要赫仙弄死你们 孙赫仙自身难保 你还拿他来压老子 老子早真想打你了 血亲血钱 看来孙家没有存在的必要 没有人可以 威碎天天之心 你家伙究竟是什么人啊 青山菜 我怕你追上 这三家家主连我的面倒不见 就撇下一家老小朋友 真是个人子 曾恩 孙家主这只气 accounts 这么劲 所何人灾 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出来 今天没人能救他好你 喂 小妹 又怎么了 不是多少希望 一起去参加军军的生日会吗 你在哪儿啊 赶紧过来啊 好 好好好 我出去来 余商卫救命啊 余商卫救命啊 什么事 余商卫 你来得太及时了 那个人 穷穷奇恶 要是再玩一会儿 我恐怕性命不保啊 有这么回事 带我去看看 谁他妈胆子这么大 光天化日之下 敢欺负我的东海武馆 就是那个人 他正是欺燃 无缘故就杀到我府上 还要对我感激杀绝业 人呢 刚刚还在呢 人呢 你是在斗猴是吗 你是在斗猴啊 诸位诸位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 前来参加小女的生日宴啊 欢迎光临啊 哇 好漂亮啊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 曲奇姐姐 你今天穿得好漂亮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你的礼物 李玲 开人快乐 谢谢无尽各位的专服 那人是谁啊 雪婷见到她那么兴奋 不会是男朋友吧 看着像小白脸 难道她家很有钱吗 她叫战无情 是雪婷学生的哥哥 刚刚退役 雪婷现在却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原来是个穷鬼啊 雪婷眼光也太差了 一个退伍兵 绝非良配 雪婷随便一个追求者 都能碾压她 我真的特别高兴 蛋 竟敢借起雪婷 雪婷 我有话跟你说 跟我来一下 有什么话不能在这里说吗 叶星 你 赶紧给我离开这里 我要跟雪婷单独说两句话 快看 是羽天龙 羽之通少尉的弟弟 雪婷的追求者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听说这个羽天龙 曾把雪婷的一个追求者 打成了重伤 不是羽天龙你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 无情哥哥 是不会离开的 你就是赵无情啊 是我 怎么了 他们说你很能打呀 连陈家莫掌门 西风烈 都是你的手下代表 但你知道 莫掌门西风烈 对于我来说 那根本不值一提 那要怎样 你最好识相一点儿 在女人面前呢 丢脸 比丢命更强 今晚呐 我懒得动手 雪婷 我真有话跟你说 走 跟我来一下 他已经拒绝你了 请你离开 什么 你敢让我离开 这小子不要命了 这是要和羽天龙硬碰硬的节奏 你这儿碰我太牛了 你看羽天龙的脸色 你应该把他杀了是不是 他的脾气 就那边 看不出来嘛 你小子真有点瞎子 看来 你是要跟我作对啊 是要融合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十岁进特招 十五岁入五 十八岁成为少尉 我打过的枪 比你吃过的盐都堵 还有啊 我还在最极端的环境下 参加过实战 现在 你 还敢挑战我吗 不好意思啊 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动手 还抱一遍努力 给老子躺在病床上后回去吧 别人 住手 无知且无畏 今天晚上是小女的生日宴 二位有什么事情 不能坐下来谈谈吗 文殊既然这么说 那这件事情 就这么放过吧 铁龙 你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替我向宇少维问好啊 这变了一次我还真可疑 坦克要是有差一半截 就指定给了一只大金蛋 你就是无情 这一别多年 真是物是人非啊 文大哥 我来晚了 天天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怎么是你 你去怎么在这 这不是抛家弃死的大人才 我已经答应过文叔叔不出手了 不过 你若是 给孙哥跪下磕头道歉 我替孙哥 就算了 虞天龙 你不要太过分 雪婷啊 今天您就当做什么都没看见 文家今年配额大 包在我羽家身上 无需多言 三秒两秒的时候 合避了